陳總 信安這邊 我跟陳總 信安 孫就直接叫我信安 那我的立場就是要告訴其他的隊伍 皮繃緊一點 台灣的籃球球迷好 領航園的球迷大家好 我是領航園的總經理陳信安 那我這邊要介紹我們的籃球博士 他是政治人教練 那他也會是我們第二季的總教練 歡迎 各位領航園的球迷們 大家好 很開心可以在各位的面前 跟我們領航園的陳總在一起 非常開心 我是蠻喜歡這個稱號 可是剛開始媒體給予我這個稱號的時候 並不是我的技術 或者是說經驗 在那個時候就已經非常的棒了 那時候是因為我青年隊的時候 有一個外籍教練 叫做姜伊倫 來執教我們當時的亞青杯 所以他就看到我很有天賦的感覺 但是他給我取這個封號 是因為我在球場上太愛耍了 造成很多的失誤 所以John一人就罵說 你以為你是Dr.J嗎 然後從那時候開始 Dr.Dr.J 然後最後翻成中文 就變成了籃球博士 所以是這樣子來的 不過我還蠻開心的 去年我們一直在找總教練的情況 這個情況 從來跳 去年我們在找總教練的時候 其實我腦中就一直浮現有龍哥這個名字 這個人就一直記在我的心裡面 第一個當然是籃球博士 博士這個東西從小就影響到我 因為我想說哇塞 一個會打球又念到博士的人 這個真的是厲害 原來今天聽了才知道本事 我跟龍哥第一次的團隊合作 應該是在中華隊 我19歲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是非常的興奮 可以從龍哥的身上 學到很多的技巧 尤其是可以在對戰組合上面 那時候我年輕馬全身就是勁爆的體能 可是我最需要的就是龍哥 博士的腦袋跟技巧 第二次是在中華隊的時候 後來龍哥已經是當教練了 當然又是用另外一種合作的方式 然後從龍哥的身上學到不同的東西 其實當下我在當球員的時候 是有點覺得這個博士也太離譜 教我做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 怎麼三分線運一球要運到籃下 當下其實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我們在那個 我們在師大分部 在師大分部 早上劉加巴教練超完整 然後龍哥又叫我們做這個技巧 我心裡是很很就是很開心 你不是真正的快樂 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護色 到我退休了之後 或者是在我職業生涯的後面幾年 才知道龍哥那時候教的東西是正確的 這些東西其實是最乾淨俐落 簡潔也是最好的一個技巧 所以為什麼在去年我在找教練的時候 第一時間我就會想到龍哥 因為我希望可以利用我們這個 飛人的組合 然後把台灣的籃球技巧傳承下去 圓跟領康圓基本上 從過去這十幾年來 始終保持一個競爭力 當然能有能力好的球員進來 會讓這樣的化學變化產生的更大 那就算不是天本很好的球員 基本上他的攻守兩端 還是非常的有秩序 所以這個是浦原男球隊 能夠在台灣立足這麼久 有自己的體系是非常的重要 我想有幾位步伐 都是一些優秀的選手 比如說之前的碰碰 那本來就認識他比較早 去年表現不錯的競爻 還有看到幾場球還不錯的競爭 然後還有這一次因為 有機會從 球員 就是 跟這個 那我覺得他們也都很有潛力 不是說好不說嗎 麻煩這個我們行銷工作團隊的同仁 先不要轉進這趴 謝謝 所以還有包括今年我們希望選秀 還可以有很多優秀的年輕好手進來 就是我們在保持當下的競爭力的同時 我們也希望能夠源源的不斷 為下個階段一直有做更充足的安排 籃球是屬於一個非常專業的運動跟職業 最大的享受 那在疫情沒有的情況下 大家可以在 週末 假運 下班之旅來好好享受 運動 然後職業的氛圍 一般來講 我們打仗 有分前方後方 然後這樣的方向定下來之後 在前線的訓練跟比賽 當然也是 責於旁貸的必須要負起這個責任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需要很多的支持跟幫助 那我想陳總信安這邊 那也說過了 就直接叫我信安 信安 不然其實會很尷尬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部分 應該會配合得很好 這來自於 輔員本來就是有一個良好的制度跟體系 再來我跟陳總信安 也服莫陳總信安 也服莫陳總信安 也服 其實真的可以只叫我信安 我覺得我們在最短的時間內 應該會把這個詞磨合得非常好 然後快速的往前跑 領航員基本上就是在這個職業籃球裡面的空軍 也是我們的飛人系列的總教練 那希望這個總教練可以帶領著我們的球員 帶領著我們的乘客一起Fly Hive 今年的狀況 讓我們領航員有更充裕的時間來準備這個賽季 那當然我們會希望這個打籃球在我的觀念裡面 就會打出一個好的成績 這是一定要的好的內容 然後要有明星的球員 也希望能夠有明星的教練 讓我們的球員都可以非常的開心 然後享受好的比賽 我想還是能夠提供球迷一個具觀賞性的比賽 這個我想組員的籃球隊的文化 過去以來除了要拿到最好的錦標之外 那怎麼樣讓球迷看的比賽會覺得舒服 覺得開心 那我覺得安排一個精彩的比賽 是首要的一個責任 再來在這個基礎之下 怎麼樣去能夠拿到最高的榮譽 這個也是我跟我們教練團 接下來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及目標 球隊經文的目標 不只是經文 每一年都是朝最高的榮譽衝擊 總冠軍 嚴格的總教練來了 球員的皮繃緊 啊 皮繃緊啦 那我的立場就是要告訴其他的隊伍 皮繃緊的 皮繃緊的 我們現在是在排演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 不是嗎 不好我跟你講 這種東西不好我們就可以重來 我們沒有Live Show的 還是你是IG直播 沒有沒有沒有 千萬不要 欸 自己撿 他們自己會撿 他們 不能撿 不能撿嗎 好 這是領航園的杯子 皮繃緊的啊